刚刚聊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 当然还有一种类型大家也是不能忘记的 就是战争片 从以前的《抢救雷人大兵》 珍珠港 还有这个钢铁英雄 都是我们可以记忆很深刻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近几年有哪些热门的战争片 英国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 首度指导战争类型的电影 以二次世界大战真实事件 敦克尔克大撤退为故事背景 描述英军面对敌人包围之下 如何把40万名士兵安全送回家 诺兰亲自编写剧本 演员阵容也有熟面孔 继黑暗骑士黎明升起后 汤姆哈迪再次跟诺兰合作 饰演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他在我上海 还有奥斯卡南配角得主马克劳伦斯 他饰演英国平民 自告奋勇地开着船去解救军人 在历史上被称为无敌舰队 以及英国偶像团体 One Direction的团员 Harry Styles也加入演出 有传闻指出诺兰早在学生时代 就想把敦克尔克事件拍成电影 不过他担心自己缺少拍摄大场面的经验 因此直到黑暗骑士全面启动 还有星际效应三部电影大卖后 才决定开拍这部他称为最具有实验性质的电影 这部电影之所以复杂又难拍 因为诺兰坚持遵照历史 分为海 陆 空三个面向 描述同一件事情 但是每个空间的叙事时间都不同 士兵花最久的时间就是停留在船之上 其次是在陆地受困将近一个星期 打仗时间最短的则是 驾驶战斗机的空军 因为当年的燃料只能够维持一个小时 光是要把三个不同时序的剧情 穿在一起架构非常复杂 让导演和解接师伤透脑筋 为了打造壮阔的场景 诺兰动用6000名灵眼 并且竭尽所能的减少使用CG电脑特效 然而影史上有多少大导演 喜欢拍战争电影已经不稀奇 尤其他们特别喜欢改编真人真事 你像我一靴的靴 给我这个 现在比较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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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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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認為這部影片的影響是 會讓人們在那一瞬間想想 想想想他在世界上的事實上 比起《恰林彈雨》的大場面 電影劇情更容易打動人心 導演都愛把戰場上 拿生命在奮戰的軍人 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寫成劇本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湯姆漢克斯代表作 《搶救雷恩大兵》 你們在外面 什麼是奮戰點 只有這裡 史蒂芬十匹博 當年斥資七千萬美金拍攝 結果票房在全球大賺四億八千萬美金 雖然要拍一部戰爭電影 演員得花半年的時間接受訓練 導演更要籌備大筆資金拍電影 但是影史上成功例子還不少 也因此每年都有不少戰爭電影 人番搶功大一幕 是的 今年的這個戰爭片 應該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這個敦克爾克大行動 想問一下 關傑哥您對於這部片 可以為我們敘述一下 這部片的劇情嗎 因為這個歷史 在我們過去的教科書裡面 它只有一兩句話敘述過去 其實對大部分台灣的觀眾來說 其實這段歷史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片 其實對於很多觀眾 其實他的理解能力 他沒有像比如說我們講諾巴尼大 那麼的鮮明 所以但是這段歷史 在英國人的印象中 是非常的深刻 因為當年他們拯救了 大概有35萬左右的人 從這個海灘撤退回去 然後這個片 最令人嘖嘖稱奇的莫過於是 克里斯多夫諾瓦先生 他用了Iman的攝影機 跟用了65厘米的攝影機 來拍攝這段故事 所以他讓許多的大場面 你真的能夠深至其中 你感受到那個戰爭時候 那個巨大的恐怖感 還有那個在開戰鬥機的時候 那種臨場感 他都把這些畫面經營得相當之好 所以這個片光是在一些 特定的Iman的戲院的票房收益 就會相當的突出 就更有臨場感 有 相當的驚人 對 可是對於這個導演 其實他拍了很多電影 其實好像很多人 有點看不太懂 可能要看第二遍 才會更深入了解劇情 那文治哥是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這個導演 最喜歡做 有幾個動作 一個就是平行敘事 一個就是拆解時空 對 所以當他把這些東西 而且他很厲害就是 他常常把很多不相干的東西 都貼在一起之後 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故事 這時候他這時候 故事講到哪邊去了 我們可以講一下 這個導演他拍了幾部片 就是讓人就是有這種 時空大挪移的感覺 之前最轟動就是全面啟動 那個時候 光華商場賣藍光的 廠商都跟我說 這個片他們藍光賣最好 因為很多人看一次看不懂 對 要看好幾遍 然後回來買 還有再講另外一部 MOMENTO MOMENTO 記憶品圖 因為後來 因為當初台灣的DVD 有剪接成一個順序版 應該要先講一下 這部片很有趣 它其實是倒序的故事 倒序 它先給你看最後面 再往前看 往前 然後讓你看到最前面 他時代不斷的跳來跳去 那你就會不會就忘記現在 所以你就一直在想說 他現在到底講的時空 是在哪一個階段 然後當年很好玩 就電影演完之後 然後台灣就當他出DVD 就DVD就開始從 人家是從後面往前這樣 他就想說應該不是這個 就製作組裝從頭開始講 就做一個全球唯一的一個版本 就是瞬間版 就是順著時間 然後完全創下就是 大家看完之後 這不是諾蘭的電影吧 就是他兩種都拍了是不是 沒有... 照理說應該是一個倒序的電影 是 結果台灣的DVD廠商 把它變成一個順序的電影 他沒有告那個廠商嗎 如果到現在應該就會告了 對啊 所以大家台灣 現在就很多人都在等說 什麼時候才會出一個真正的 那部片的 一個所謂的正確的導演版 有 藍光有 藍光的版本是正確的 現在有出藍光的版本是正確的 剛出的那一個嘛 對... 好瞭解 而且還有一部片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個星際效應 對 也是 所以你真的是有點看不太懂 它還有涉及到衝動了 所以說你說從 Inception全面啟動開始 它的這個時間的這個概念 因為它不同層的夢境 它的這個時間的比例 就會不一樣 然後到了這個 星際效應 它又把時間 又加上了空間跟衝動的理論 那回過頭來 你看到在敦克爾克這一次 它在陸海空 同時在用一天 就一小時一天跟一個禮拜 所以不同的三維的視角 加上這個時間 它的這個變化就更多了 其實我覺得諾蘭 現在被大家可能稱之為 是某種程度的電影之神 對 那她用了她的作品 然後把一些這個時間上面 在電影的敘事上面的這個時間 用一種比較娛樂的方法 讓一般的觀眾知道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以前在研究所 電影研究所的時候 在電影美學概論 這些我們都會討論到 時間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這個 Inception 它是會在 在課堂上面 在大螢幕上去分析的 可是那個就會太硬了一點 對 太硬了 對 可是它現在 透過這樣的娛樂的 這個產品出來 讓大家覺得 這樣的理解 其實是比較輕鬆 你又兼具娛樂 就真的不用去上課 然後透過電影 就可以稍微大約了解一下下 他剛剛那個 韋伯剛剛講 很有趣就是 因為他已經被很多人 應該說 某些電影精英分子 已經視為一個 強敵 電影之神 所以其實 大家快點一下 就是現在其實出現了一個教派 叫諾蘭教派 然後很多人都諾蘭的信徒 諾蘭的信徒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每次他的電影一出來 就一堆人就會 尤其是電影 就是比較 那個知識分 知識比較高的 或者是這種 看電影看得比較多的 就會開始 忽然就大聲降臨 然後就把他電影講得 多好 多好 對 其實在他手週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在臉書上面 可能電影圈的核心分子 會有他們的一套闡述跟理解 可是在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可能是我的朋友 就不是電影同溫層的 一般的觀眾 他就會有不同的理解 對 這就會有一種火花出來 大家討論就會更熱烈 對 因為之所以稱之為他是神 是因為有一個網路電影資料庫 IMDB 有評分前50名的電影當中 諾蘭導演的電影就佔了5部 那他自己總共拍的電影才10部 就中了1 2 所以真的超強的 對 但很有趣的是 因為他都沒有拿過奧斯卡獎 總有一天是他 所以大家都會講說 今年這一部 敦克爾克 應該可以幫他打破他的紀錄 可以拿到